美国著名新领导师卡奈基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1774年,有个人去费城的一家精神病院参观, 发现里面的病人并不在休养生息。 相反,他们一个个都忙忙碌碌, 手上在不停地仿杀织布。 这一幕令他大为震惊。 他觉得那些可怜的精神病人一定是受到了医院无情的压榨。 没想到院长向他解释说, 之所以让病人们忙于工作, 是因为人在劳动时神经会感到安定, 内心也会变得平静。 道圣和夫也曾经说过, 人只要沉浸在工作之中, 就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沉迷过往。 换而言之,工作其实是治愈人心的一味良药。 如果此时的你也为了生活惶惶不可终日, 沉溺于感情样样无法自拔。 那么好好工作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治愈。 1.焦虑的时候,工作是一种寄托。 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焦虑吗? 教授詹姆斯·莫塞尔曾经说过, 焦虑最能伤害你的时候, 不是在你有所行动的时候, 而是在你没有什么事可做的时候。 当你越是无聊, 你的思绪就越是混乱, 生活中许多负面的情绪就会被无限放大。 消除忧虑的最好办法, 就是让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人性的弱点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芝加哥的主妇, 他的儿子应政府要求加入了陆军部队。 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 这位主妇焦虑到彻夜难免, 精神几乎陷入了崩溃。 每天早上只要眼睛一睁开, 他就开始想, 儿子在什么地方? 他是不是安全呢? 他会不会受伤? 他会不会死亡? 有人建议他让自己做家务忙起来,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招并不管用。 因为做家务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完全不用动脑子。 也就是说, 当他机械式的铺床和洗碟子的时候, 脑海中仍旧不停向着儿子的安全。 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一家百货公司正在招聘员工, 抱着试试的念头, 他去上了几天班。 没想到, 工作的忙碌彻底治好了他的焦虑问题。 每天顾客挤在他的四周, 问我关于价钱、 尺码、 颜色等问题。 没有一秒钟能让他想到工作以外的事情。 到了晚上, 他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胡思万想。 人嫌是非多, 百忙解千愁。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容易胡思乱想, 不过是因为生活太闲了。 而当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那些缠绕在心头的问题, 就会在忙碌中渐渐淡去。 你会发现, 在奔波忙碌中, 哪怕身体累到筋疲力尽, 内心却能获得一分瓶颈。 手上有事做, 心里也就有了寄托。 所有的焦虑, 都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治愈。 二, 美好的时候, 工作是一种治愈。 道圣和福说过, 工作是对万病都奏效的灵丹妙药。 一个人若总是在生活中反复内好, 工作就是疗愈自己最好的方式。 因为它能够让人从源头处找到人生的价值, 扫清你眼前迷雾, 让未来从此豁然开朗。 日本电影《入恋时钟》, 大悟是周围人眼中最典型的失败者。 他苦练了十几年的大提琴, 仍旧寂寂无闻。 好不容易组建了一个乐团, 可是又因为经营不善, 被迫解散。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边人都逐渐过得风生水起, 只有大悟过得潦倒不已。 有人嘲笑他的音乐梦想是痴心妄想, 有人讽刺他的生活是勉强苟活。 就连大悟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内好之中。 他不断质问自己, 究竟是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人? 就在此时, 大悟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份入殓师的工作。 为了解决生活的困境, 他强迫自己接受了这份工作。 可第一次面对腐烂的尸体, 他就感到了万分的恶心。 独自一人的时候, 大悟甚至忍不住失望落泪, 想要立马放弃这份工作。 然而, 当他第二次鼓起勇气擦拭死者身体的时候, 他内心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他发现自己的工作看似差劲, 但是却能让许多死者的家人从心底里感到宽慰。 在这个阴森冷清的闭义观里, 他的存在其实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于是, 走出失落的大悟开始享受工作, 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 有人说过, 工作最大的价值并不是那点微薄的工资, 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成就与满足。 它让你觉得自己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 哪怕你一无所有, 只要有一份工作, 就足以安身立命。 即便生活有再多的难题, 只要有一份工作, 一切便有了意义。 三, 孤独的时候, 工作是一种追求。 短篇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中, 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邮差带着一条狗, 常年累月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 在重振迭杖的丛林之中, 明明辽无人烟, 但邮差却从未觉得孤独。 因为人一旦真正热爱上自己的工作, 心中就有了追求, 寂寞便不足为惧。 2018年, 翻一家许渊冲的妻子离世, 独留他一人生活在北京畅春园的小房子里。 爱人的离世, 让许渊冲在悲痛之余,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诺达的房子里, 许渊冲时常呆呆地坐着, 面对着四方墙壁, 不知道干些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逐渐明白孤独是无法逃避的, 所有的悲伤终究要靠自己去面对。 于是他重新回到书桌, 开启了自己的工作。 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曾立志要翻译完《沙士比亚》圈集。 无奈后来战火纷飞, 生活也一波三折, 让这个梦想暂时搁置。 如今为了做好这项工作, 也为了完成曾经的心愿, 许渊冲一头埋进了工作之中, 查阅典籍, 竹子竹具, 一一注视。 最终, 在许渊冲不懈的努力下, 沙士比亚全集大火成功, 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而他的一本, 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 以真化镜, 如行云流水, 浑然天成。 许渊冲本人, 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 平复了心情, 内心变得充盈。 有人说, 忙碌的人从不迷茫, 有梦的人从不孤独。 因为人在工作的时候, 内心的沟壑会逐渐被填满。 你不再会去想着那些 令你失落的人和事, 而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了工作上面。 当你把每日的工作 当成了一种追求, 那么生活自然不再孤独, 而是充满了意趣。 四, 绝望的时候, 工作是一种救赎。 有人说过, 在你最绝望, 最无助的时候, 你就应该认真的 去投入工作。 极度认真的工作 能够扭转你的人生。 1966年, 作家陆瑶 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 陕北小伙子。 他爱上了来自北京的 女知青林洪。 两人相恋后不久, 陆瑶在当地 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可以离开陕北 去更好的地方发展。 但是他想都没想, 就把这个名额 转让给了林洪。 因为他觉得 林洪是北京人, 前程一片大好, 更需要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没想到, 得到名额的林洪, 一离开陕北, 就给陆瑶寄去了 一封分手信。 这封信 让陆瑶伤心不已, 精神几乎陷入崩溃。 绝望之下, 他想到了自杀。 在某个漆黑的夜晚, 陆瑶走到一个水潭边, 准备纵身一跃, 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可当他低头看到 水中皎洁的月亮, 他突然意识到, 生命中 应当有比爱情 更值得追求的东西。 于是他擦擦泪水, 收住了脚步, 从此选择用工作 来充实自己。 从那以后, 他全身心沉浸在工作之中, 全然不离外界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 他将这种忘我的工作 视作对自己的折磨。 可是渐渐地, 他在这种忘我的工作中 找到了一种别样的快乐。 在他的散门级早晨, 从中午开始一书中, 陆瑶曾经写过, 每当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 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 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 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 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 数年之后, 陆瑶的写作生涯达到了巅峰, 而那些曾让他泪流满面的回忆 都随着事业的成功变得云淡风轻。 诗人丹医生说过, 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在工作当中, 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中。 当一个人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 那么他的内心就会涌现新的希望。 因为你会发现, 哪怕生活中许多事情我们都无法掌控, 但是工作却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 道圣和夫不止一次说过, 是工作拯救了消极的自己。 于敏洪也曾经公开坦言, 是工作让他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所以无论何时, 当你心灰意冷的时候, 只要埋头工作, 内心就有了救赎。 当你熬不下去的时候, 只要还有工作, 未来就仍有一丝光亮。 作家斯蒂芬伦丁曾经在于一书中说过, 当我们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时, 我们才能享受每天有限的幸福, 过得满足而又有意义。 对于普通人来说, 工作虽然疲累, 但也是一种之语。 它让我们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有一片微小的立足之地。 它让我们在孤独无措时, 心中有一方安稳的寄托。 当你能够沉浸时投入工作里, 那些营绕在心头的酬绪就会慢慢散去。 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快乐, 在疲惫的生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